像我太太她不見得會看八點檔 然後有一次回家 她就突然問了我一句 她就問了我一句說 妳今天吻戲拍得還滿開心的 但是她不是很生氣的口吻 因為她 這最可怕 她認識我那麼久 她當然也知道我的工作 那這個東西也不可能 是我們自己要求的 有時候是喔 像我通常都是自己要求 導演都不給 OK 好 她都會說導演 你覺得這段要不要加點床戲呢 對 我們說這個角色不需要啊 但我覺得這個話的意思 聽出來就是她在在意 當然 但是她也不會想因為這個事情 而去造成兩個人的紛爭 因為她也知道這是我的工作 那反而我也聽得出 這個中間的意思 那所以之後 如果有任何的 任何的這種吻戲要播出的話 我都提前一天先跟她講 你目前有到最大尺度的吻戲 或床戲是到什麼狀況 就是露上半身啊 然後擁抱接吻啊 那對方穿什麼 沒有啊 就是因為這個還是有尺度問題 沒有啊 沒有啊 還是有尺度問題 你那個棉被還是要蓋到 然後可能兩個人中間疊的是 枕頭 枕頭 你也不可能是都疊在一起 可能是這樣錯開的 因為還是要尊重一下女生 因為我始終覺得 再怎麼樣還是吃虧的還是女生 所以她現在可以理解 這是你的工作 其實她在認識我之前 她就知道啦 只是說這個東西 我們應該換個角度去想 如果今天是我在電視上 看到她這樣子 有這樣的劇情需要的表現的時候 說實話我也會不舒服 所以我應該去 換在她的立場去替她想 所以我覺得她會有這樣的抱怨 對我來說 我也沒什麼好生氣 對啊 那她會想要去現場登場嗎 她不會 她會想演 她會 反正回家演 在家不是做我在演嗎 然後她說 不行 我要親給別人看 好的 德烈應該就沒 比較少這種困擾 我這方面的問題就比較沒有 怎麼可能 你的角色沒有親熱戲 不是 是我 我的另外一半 他都比較不會 介意這件事情 因為知道是工作 她真不介意 我覺得 如果是像色界那一種的呢 我會覺得 工作是意思的 人生是儀式的 我會這麼覺得 我覺得尺度 正常來講都OK 可是親愛擁抱 我覺得這個都還好 我覺得另外一半比較不會 李安找你演色界 就是李安導演 找你們兩個演色界 就是一樣那個畫面 你們會OK嗎 因為其實這一點我必須說 我覺得做一個 身為一個演員 我覺得她也許這個只是在交代 一個故事的其中一環 在我的立場 我也必須去堅持說 如果這個劇情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導演的要求 那我們身為演員 也必須去把它完成 是 那我也不希望 因為這個去讓 造成我自己家庭的困擾 但這時候如果另外一半 大吵大鬧 就 no 我可以講 我的風格 這個 我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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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